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也有很多板灘呢 就会举办很多同乐的活动 然后呢 跟大家一起玩哦 那今年呢 也有十分特别的摊位 像是布袋戏动态实镜秀 那现场除了展出非常多尊布袋戏的戏偶之外呢 他们也会有人亲自示范布袋戏的战斗画面 哇 就是打得非常的华丽啊 让人看得步步暇及呢 那另外呢 还有军事模型联合国作品展 哇 那现场呢 就展出了非常多的静态模型 当然啦 也有年代非常久远的收藏作品 那另外呢 当红的剑娘 也有很多尊的作品在现场所展出哦 你看看 气势是不是非常的威武恢红啊 那现场呢 还有另外一个摊位 就是燃烧吧 特色魂 那如果你是特色迷的话呢 千万不能错过 他们 摊位上准备了非常多的道具 那甚至呢 还有一套服装 是可以让你直接变身成为假面骑士的哦 耶 现在康尼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任天堂大乱斗的摊位了 那在我右手边呢 就是他们的版主阿德 来跟观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阿德 是的 然后看我现在戴的帽子呢 就是他们的收藏品之一 就是这个 应该看得出是谁吧 对 就是萨尔丹 里面的林克 对 他的这个金铃耳 然后绿色的帽子 我发现你们摊位上Amiibo很多耶 请问这都是一个人的收藏 还是大家都捐出来的呢 这里面都是一个人的收藏 也太神了吧 这个金额应该非常的庞大 大家可以叫他干爹吗 他缺干女儿吗 真的 你要亲自问他 真的 然后想说请你介绍一下 你们摊位上有哪一些活动跟特色 我们摊位今天主要都是以对战为主 可是我还是有准备一个就是 我有自己做几个关卡请大家来挑战 就是挑战成功的话 就是有拼斗的钥匙圈当奖品 哇 这个拼斗听说是你们自己就是手做的 对 我们自己手做的 你的美术天分还不错耶 因为他每个都做得很好 然后很漂亮 好 谢谢 谢谢 好 现在康妮呢 来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 就是变形金刚的摊位了 然后呢我身旁的就是他们的摊主 然后呢以及重要人士 请他们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啦 你好 我是G1就是所谓的重要人士 摊主在那边 重要人士 好 我右手边的呢就是摊主了 来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好 我是并金刚版的副拔 也是这一次的摊主 跳海苔就可以了 我听说你们摊位上有非常厉害的正摊之宝 是什么啊 就是这一次呢 我们特别那个从海之宝 台湾这边海之宝借到了 2016年才会上市的新品 也太大方了吧 那你们真的是用特殊管道吗 对 就是为了这一次巴哈姆特 我们要共襄盛举特别 要让它有个肉命的管道 就给了巴哈姆特这样 可以稍微介绍每一只激情吗 那我们先从那边开始介绍吧 那我先介绍这一只 这只就是延续今年 因为今年海之宝贝金刚主打的是合体战争 就是都是合体机器人 那这个就是博派的航空合体 它的G2的配色 那我手上这个是 阿明年的主打叫泰坦战争 的其中一个就是 算是泰坦战争最早出来的一个商品 那它就是 这变成一个卡带 然后它会配合大致的机器人游玩 明年会是以大型机器人为主打 那同样是 那个这一次又延续它的合体战争 那也是第一季即将推出了 那它是合体状态 这是合体状态中间的那个主体 这个是G2版的那个电脑王 没错 然后呢这个也是 为下一次也是在明年即将推出了 就专门为了基地的游戏设计了 除了模型的展示之外 那有其他的活动吗 对那我们依序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这个就是最近 白金工作室刚推出的 对 变形金刚毁灭行动 这是近年来变形金刚的好评相当 评价相当高的一款游戏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出在无论是电脑 或者是主机锅的平台的 那个赛博坦大战 然后在最后面就是我们变形金刚 很怀旧的塔空 对 真的给大家一个回忆 对 也是为了以明年的太阳战争 做一个前置 对 哇 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谢谢 好的 刚刚介绍了那么多有趣的摊位之后呢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来到我们电玩风的摊位了 来 大家打个招呼 是的 现在康尼有就是人中之龙的感觉 神秘人就是 哈哈哈哈 围绕 围绕了许多男性 对 那当然啦 其实今天我们电玩风摊位呢 就是有非常多的特约来到现场 然后可以跟就是现场所有的玩家一起同乐 那当然啦 我们板上的布置呢 就是摊位上的布置 也是以熊鸡 大家之前帮我们直播的时候画的很多图 然后呢就是为背景这样子 那可以看到我身旁有豆腐啊 巴士啊 一铁 你看它在我后面还不会被挡到 然后像是阿华 然后还有阿琪 那他们呢 都会在现场跟大家一起玩 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啊 哈哈哈哈 好的 那一起来看本周的新Game报道 由花木菲李彦老师所创作的 JoJo的奇妙冒险 继上一片群星大对决两年之后 正式跨入PS4平台 推出新作 JoJo的奇妙冒险 天国青眼 这次由前作的一对一格斗 改为二对二动作对战模式 玩家们可以体验更有99 风格的策略战斗 本场人物则是收录了漫画第一到第八部 共52位的角色 更将原作中激战的场景完全重现 而根据战斗风格的不同 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性能跟玩法 例如奇背铃等波纹使者 能够在场地道具上注入波纹陷阱 替身使者们能够拿起道具投職 巨蟹鬼则可以透过特定招式吸血回复血量 根据提升性质的不同 战斗模式就分成更多种了 有像性感手枪放置陷阱远攻为主的打法 以及白金之星这种威力强大 甚至可以暂停时间的近战提升 大家可以每个角色都玩玩看 找出最适合自己的角色吧 除了各种战斗风格的运用之外 玩家还能够跟队友合作 触发这次的三个主要系统 首先是双重攻击 当玩家使用的时候 角色将会摆出本作的特色之一 揪揪力的姿势 如果队友能够跟你一起摆好姿势 就能够触发双重攻击 这个状态之下能力将会提升 连段打到特定程度 还会触发帅气的终结打击技喔 当玩家同时按下L1、R1 成功施展必杀技BHA时 将会与搭档角色一起使用特殊能力 套拗对手 如果是特定角色组合 还会出现专属于他们的合体技呢 最后则是名为继承抑制的系统 当伙伴倒地再起不能时 虽然不能再使用DHA 但是存活的角色会进入继承抑制状态 获得大量的能力和血量加成 并且只要凑满必杀技能量 就会再度触发 所以如果小看落单的对手 可是会被反咬一口的喔 而天国之眼的剧情也没有让粉丝们失望 相较过去改编游戏原作重现为主的内容 由荒木飞驴燕老师尖修的新剧情 全会让各代的纠终并肩作战 一起对抗来自平行世界的到达天国的Deal 相信喜欢纠终的玩家们 绝对不会对这一次的新作失望喔 由先进传说和G1王者之间的制作人领军开发 众所期待的救世主之术 终于在上周于韩国展开布山党工厂喔 强调拥有大量丰富职业的救世主之术 在OB 后最受玩家关注的 当然还是新职业的诞生 在这次的版本里 不只是把等级上限提升到了 280集 也开放了包括炮兵、火枪手、瘟疫医生等等 8个阶级7的职业供玩家们选择 其中还有能够创建工会的圣殿骑士 也在这一波开放名单之中喔 由于是公测 游戏当中的各种系统和界面也更加的完善 不只追加了地图上的难度分级信号 还增加了出生地的选择和许多新区域 另外提升阶级之后的转值 也变成能够自由转回旧职业 这样就算选择也不怕不能改回来囉 除了韩版开始工测之外 国际版和日版也预计在不久之后开放测试 喜欢旧式组织数的玩家们 不妨多多留意各版本的工测时间呢 高挂的艳阳 蔚蓝的海岸 纯白的沙滩 南方热带岛屿上怎么能够少得了打沙滩排球的比基尼辣妹呢 让玩家们等的眼睛都要弹出来 万众期待的《生死格斗》《沙滩排球3》 终于正式释出第一部宣传影片 想必就是造成今年暖冬的原因啦 包含玛丽罗斯、睡衣箱和女天狗等人气角色在内 收录9名经过玩家投票选出的系列角色 《生死格斗》《沙滩排球3》 在首部demo中公布了除了沙滩排球之外的多种不同小游戏 包括了PP相扑、踏浮板、拔河、沙滩厂棋 和本代新增的攀岩等游戏项目 大家更关心的《荣木引擎2.0》 也在影片当中首度登场 让大家先薄薄眼福 搭载出自《生死格斗5》 《Last Round》中的柔肤引擎升级版 这次《沙滩排球3》将更为着重于角色的肌肤质感 不论是伸去哪个部位的肌肉晃动 还是沾湿的泳装等等物理效果 都会更进一步的强化呢 日文版游戏将在明年2月正式推出 中文版则是春季预定 玩家可要多忍耐一下撑到游戏发售吧 乍看之下好像是一般的横向卷轴動作游戏的超宇宙 上周在韩国展开封策 要带领玩家们体验全新的MOBA 乐趣喔 同样是以五对五的对抗 想办法去破坏对方的主卡 不过有别于一般的MOBA 游戏里分为上、中、下路 在超宇宙中由上到下分成了数层的地图 玩家可以利用其中的梯子和弹簧等机关 往来于各个楼层之间 并且利用地图的特色来发挥独特的战术 例如利用弹簧快速移动到上层支援战斗 或是摇放梯子让想逃跑的敌人坠落等等 这些都是这款游戏里才有的特殊玩法喔 游戏中一样有装备系统 但并不是在战斗中购买 而是在进入战斗前 就先编辑好装备的清单 之后再逐步强化购买 所以玩家可以预备好几套不同的装备 以便根据敌人的不同来快速更换 另外本作只有一条拥有防御塔和小兵的中路 所以要占取经验和金钱的话 除了敌方的小兵之外 玩家还是要前往散落于各层的野怪区去狩猎 这些野怪有强有弱 有的还会碰出随机的奖励物品 不过因为敌人也能够轻易的前往己方的野区 所以还是要小心敌人的妨碍 免得打了半天的野怪被对手渔翁得利喔 超人器手机游戏又有一款登上掌机囉 3DS版的怪物弹珠 不仅将玩法完全移植 剧情上则采用今年推出的动画版架构 让游戏与传统的日式RPG风格呈现给玩家 首先3DS版本跟手机版最大的不同 在于移除了课金系统 玩家可以依照剧情的发展 取得四星或是五星等高稀有度角色 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在通过一般任务时 会随机获得抽弹的钱币 让你前往竞技场试试自己的手气 在这儿的NPC也有任务等着玩家去达成 有空记得回来多照料喔 怪物弹珠主要的拉放式攻击 当然原汁原味的保留了下来 靠着3DS的触控萤幕 玩家依旧可以使用手指 来控制每个角色的攻击方向 以及捡取掉落的物品 或是改用类比摇杆来控制 变化较大的部分 则是画面变成横向为主 因此卡点或是屏刷等需要技巧的攻击方式 还是必须要重新熟悉一下操控 才使得出来喔 而连线部分则保留了四人共斗的要素 但目前只能够近距离连线游玩 不过长达100小时的剧情内容 还有许多丰富的要素 就是要让你体验崭新的怪物弹珠 随着初音未来推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品 各位玩家们是否也曾经想像过 那些你喜欢的当红动画歌曲 也被改编成音乐节奏游戏呢 这一片同样由SEGA所推出的奇迹女孩歌舞祭典 将会实现你的梦想喔 奇迹女孩歌舞祭典 是一片集合近年的热门动画曲目 继承初音未来Viva 系列玩法的节奏游戏 游戏收入了高达11个知名作品的曲目 以轻松百合为首 其他还有黄金拼图未确认进行式 以来每少女学生等等作品的歌曲都有收录 玩家们将可以跟着这些熟悉的曲目一起敲打键盘 燃烧你的热情 游戏的主打玩法是需要连续挑战束手歌曲的 巡回演唱会模式 在这个模式之下 玩家需要连续挑战束手TV Size 长度的歌曲 目击到足够的观众才能够过关 有趣的是在最后一首歌曲演唱完毕之后 观众会要求安投曲目 系统就会自动从这次的演唱曲目中挑出一首 进行HARD 难度的Full Size 挑战 请努力让演唱会成功吧 这次登场的47位角色都准备了原作中登场的服装和3D模组 每个角色都至少有两套服装可以更换 阵容丝毫不比初音未来逊色喔 喜欢这些动画的玩家们快来参与这场祭典吧 看到这张每个省份都标示了数字的中国地图 老玩家们是不是觉得相当的怀念呢 没错 这款由Colette Tecmo所推出的三国制Maker 就是根据早期三国制系列玩法所推出的最新作品喔 游戏中玩家将可以用新的画面体验传统的三国制游戏方式 运用搜索 登用 开发 征兵训练等指令 广纳贤财 富国强兵 再运用战争以及计略等等手段 扩大领地范围 进而以统一全中国为终极目标 除了画面和界面的改良之外 三国制Maker最主要的特色 当然就是可以让玩家发挥创意 打造出全新的故事内容 像是创建武将和修改属性 自然是必备的功能之一 而且除了内建的武将头像之外 还能够汇入图片档案来作为头像 而每一国的战场地图也能够任意修改 让玩家发挥创意 打造出更独特经典的战场喔 除此之外还能够创造出完整的全新时代剧本 只要搭配游戏内的各种编辑功能 就可以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故事主题 像是江飞打岳飞 或是三国的曹操对上日本战国的枝田信长 这样超越时空的剧情 只要有心你都能够创造出来喔 经典的多人同乐游戏胖公主系列又有新作咯 在玩法截然不同的胖公主大冒险中 前作是不良力的红国和蓝国到这代总算是和好了 可是红国的胖嘟嘟公主和蓝国的肥滋滋公主 却被苦涩女王绑架了 所以苦命的冒险者们就得要出发拯救这两位超有分量的公主咯 由多人对战改成角色扮演的胖公主 玩法跟前作有很大的差别 像是游戏当中的职业只剩下四种 分别是战士、法师、弓箭手和技工 但是同样可以自由切换这四种职业喔 每一种职业各有两种攻击方式 举例来说 战士能够使用单手剑做快速的大范围攻击 还能够用盾牌撞撞敌人 而技工则是能用锤子造成强力的伤害 并且投掷炸弹从远距离攻击敌人 但这一次的胖公主毕竟还是RPG游戏 所以少了强力的装备冒险者们 还是无法发挥实力喔 装备的基本能力不会差别太大 但每一把特殊能力可都不一样 像是有火焰或冰冻属性 有些甚至能够把敌人变成攻击呢 这一代一样支援多人连线 玩家们可以和其他玩家来一场四人合作游戏 在这模式之下 只要有一个人从宝箱获得装备 其他的玩家也会一起得到 所以与其一个人冒险 不如大家一起刷宝来得有效率喔 在手机动画小说等媒体一起推动的大型企划 女武神驱动 现在更要登上掌机 让大家感受美少女们波涛汹涌的威力囉 在VITA 上登场的新作 Volkari Drive Bikuni 是以美少女、变身、豹衣为主题的动作游戏 故事叙述生染特殊病毒VR Virus的七名少女 为了寻求治疗的方法 来到了人造岛比库尼上 而特殊的疗程 就是玩家将操作身怀绝技的少女们 搭档展开战斗 除了让玩家轻易可以使出华丽连段的快节奏战斗系统 本作最大的卖点 当然就是各种绅士的要素囉 当玩家选择的搭档角色之间 累积更多的同步等级之后 便能够开启令人脸红心跳特殊的合体技能 搭档角色将会变身为更强的武器 不仅攻击力会上升 依照同步等级的不同 还能够使出不同的必杀技 当然咯 受到强力攻击 衣服难免有些损伤 游戏当中的爆衣系统 无论是帝国角色 只要身上的衣服受到攻击 不但会破损 还会出现特殊的破坏特邪喔 这个部分的乐趣 就要让各位玩家们自行发掘咯 以三国时代为背景的ARPG网页游戏 《大战神》 故事描述魔戒圣军和仙将无臣的战斗 影响到了凡间 两者各自运用他们的力量 引领着三国时代的王侯将相 因此玩家们将在游戏当中 体验到有着魔幻风格的全新三国故事 一开始玩家可以选择 苍蝇、鞋刃、媚娘与青罗 这四种各具魅力与独特战斗方式的职业 同时也可以收集 张飞、黄中、貂蝉等众多三国武将 让他们跟在身旁一同作战 当累积足够的怒气之后 就可以施展EX武将怒气技 甚至还能够将武将凯化 与玩家角色合体喔 此外游戏当中还有各种造型华丽的神兵力气 他们不只可以提升属性 强化之后还能够 习得威力强大的技能招式 至于其他丰富的任务 以及寻宝副本挑战等众多内容 就等着玩家亲自在游戏当中体会囉 巴哈姆特19周年的战剧 在台大体育馆举行 那除了有非常热闹的板摊活动之外呢 当然不得少的就是舞台区的活动啦 那下午身后呢 他们现在正在举办的就是 动漫电玩通的比赛 然后就是要考验玩家们对于 TV Gap PC Gap 手机游戏 动画跟漫画的知识 那舞台活动呢是一整天的 活动内容都非常的丰富喔 下午依照慣例呢 有非常精彩 然后大家都非常期待Cosplay大赛 那每位Cosplay呢 可以说是使出了浑身结束 非常用心的呈现每部作品的意境 而且融入自己的创意 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 哇真的是十分令人敬佩啊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 不像以往呢 是举办魔物猎人的比赛 今年呢是举办电玩风大乱斗 那玩家们可以在现场报名 然后通过预赛之后呢 就直接以任天堂乐园里面的小游戏呢 正面挑战在舞台上面的主持人小玉跟豪哥喔 哇你看大家玩得那么开心 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啊 那今天现场呢 电竞王PlayStation Xbox One呢 也都有设摊位 那像是PlayStation Xbox One 则提供了新的游戏 在现场可以让大家试玩 那电竞王的部分呢 也有举办小小的电竞比赛 让大家可以一起同乐喔 如果你错过了今年的战据的话呢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整天的活动呢 都有在网路上面做直播 那如果你想要看的话呢 就点一下回顾 就可以看到我们精彩的内容啦 巴哈姆多的战据 二十周年再见了 赶快一起来看本周的ACG大百科 集高贵优雅于一生 却又邪恶残忍 拥有超乎常人的力量 但又惧怕阳光只能躲藏在黑暗里 要说到邪恶生物里 最具魅力又令人着迷的种族 那绝非吸血鬼莫属了 这种拥有不老不死之身 用尖锐獠牙吸食人血 延续生命的生物 最早源自于民间的传说 并且和我们印象中总是帅气优雅的模样 有些差异 反而比较接近僵尸或是食尸鬼之类的生物 随着近代小说及艺术作品的创作 才慢慢的发展成我们目前所熟知的形象 并且在电影小说动漫电玩等众多种类的作品当中 被发扬光大 在众多的吸血鬼角色里最著名的 自然就是鼎鼎大名的德古拉隆 不管是在电影或是电玩等作品当中 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 像是经典的《恶魔城》系列里 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由他担任最终的头目 这一名专挑貌美女性作为猎物的吸血鬼 最早是源自于爱尔兰作家博兰史杜克 在1897年所撰写的小说《德古拉》之中 而他之所以广为人知成为经典 除了本身的故事够吸引人之外 有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的原型 是来自于中世纪的瓦拉吉亚大公 弗拉德三世 这一名记载在真实历史上的大公 曾对数以万计的战俘 甚至是自己国家的贵族及人民 除以残忍的穿刺之行 并且任由这些牺牲者在长矛上腐败 因而获得了穿刺功的外号 也由于这样残忍血腥的行径 让他在死后被谣传为是邪恶的吸血鬼 因此以他作为吸血鬼《德古拉》的原型 更是让这个故事增添了不少虚实难辨的说服力 也让许多游戏中的吸血鬼 也都喜爱取名为《佛拉德》喔 除了《德古拉》之外 在电玩的世界里 还有另外一名广受玩家喜爱的吸血鬼 那就是《恶魔城》系列中 由《德古拉》和人类女子所生下的 半人半吸血鬼阿鲁卡多 他优雅俊俏的黑暗贵公子形象 以及《月下月香曲》这部经典作品的成功 让他受到无数玩家的喜爱 最有趣的是他的英文名阿鲁卡尔 其实就是《德古拉·Dracula》的凡血喔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并非吸血鬼 不过鼎鼎大名的吸血鬼猎人凡赫星 也是出自于《德古拉》的小说中喔 即使不是以吸血鬼为主的游戏 也常常可以看见它们登场 像是《上古卷轴》《巫师3》等众多作品里 全都有以吸血鬼为主题的故事和任务 对于这种残忍 却又充满魅力的生物的迷恋 或许就像它们不死的生命一样 永远都不会有消退的一天喔 本周的节目除了原本的内容之外 其他的单元也是一样精彩喔 像是会介绍很多去世的幕后花絮 还有手机游戏的报导 那也可以回顾上个礼拜的直播内容 以及ACG大百科 点一下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内容囉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子就可以得到我们最新的消息了 巴普特电玩风 下个礼拜再见咯 拜拜